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 雨断魂 站在祖先和亲人的坟前 才知道自己 从何而来 又将去向何处 你来自父母 父母来自祖父母 祖祖辈辈 总会有根 总归有缘 这就是融入血脉中的眷恋 是我们的来处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生者寻根 夜落归根 有人烟处 必有血脉传承 所以清明节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感恩节 清明时节 清是什么 明又是什么 清是清廉 清净 清白 明是明理 明事 明法 清白之人 自有清风拂面敌心 自有明月皎洁般的真善美 清爽做人 清白做事 足矣 岂能事事如意 但求无愧于心 不管是谁 多么伟大 这世间终将忘记你的存在 风雨梨花寒时过 几家坟上子孙来 这样一想 很多事情就淡然了 当你明白了从哪来到哪去 我是谁 便豁然开朗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人生 清明祭祖彰显的是一种血脉的传承和责任 是感恩 是哀思 是思街千载 神游万刃 是传承是教育 清明更像是一种精神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 领现金